蔡明调侃当评审很累 笑星小清新点击量破千万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谢谢 蔡明上周安徽卫视超级笑星升级片看点反转 以喜剧综艺节目的形式 为观众呈现了不少催泪的煽情片段 卖萌逗笑的喜剧演员们讲述他们的真实生活 深切地打动了无数观众 甚至引得评委蔡明都忍不住抱怨 在超级笑星的舞台上当评委令他很痛苦 调侃自称评审很累 人气组合点击量 或千万在周四晚间的超级笑星节目中 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各出奇招 甚至还有非洲演员挑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公形象 令评审观众大饱眼福 超级笑星升级片自开播以来 呈现了一系列奇葩风格的喜剧节目 可谓心一颇风 这也逐渐成为节目的最大看点 作为一档喜剧综艺节目 超级笑星升级片 渐入佳境 打开了有笑有泪 笑中带泪煽情模式 节目中的夫妻档组合小风 小节现场讲述他们对孩子的思念之情 全是卓别林的新人演员孔祥战自述奋斗经历 都让观众们在开心大笑之后 感受到了喜剧演员们的内心世界 他们自然而温暖地打动人心 不仅让观众笑也令观众落泪 据了解 上周超级笑星升级片网络热度爆棚 再度登顶综艺节目话题热度的冠军位置 而节目中小清新组合的表演视频 经过一周发酵 点击量更是突破1000万人次 选手人气迅猛飙升 令人眼前一亮 从超级笑星升级片的网络人气 可以看出 节目组所坚持的创新喜剧 不断从传统电视向网络平台扩散 具有开创性的尝试探索 已然初见成效